哈喽大家好,我是小苏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山西大同的地方特色美食 懒豆腐蘸黄糕 说实话,大同好多本地人估计都没有试过 非常的稀罕,但是非常的好吃 黄糕制作片 500克的黄米面,也就是糕面 加入250毫升的温水 我们搅拌一下 用手开始揉搓 让干粉和湿粉混合均匀 揉搓成这种流沙状 不粘手就可以了 准备一个大的笼屉 铺上已经沾湿的笼屉布 开始撒糕了 薄薄的一层,大约也就是5毫米厚 蒸到颜色变了金黄 我们就再撒一层 这样每一层的糕面就可以快速的蒸熟了 蒸黄糕一定要用大火 盖上盖子再蒸上5分钟 蒸好的黄糕金层层的 准备一盆凉水防止采糕的时候烫手啊 边采糕边沾水 这样手就不怕烫了 手上不要留有多余的水分 只要让手降温就可以了 黄糕非常的粘 采完之后就像南方的糯米年糕一样 抹上一层黄色的胡麻油 这样可以帮助黄糕锁住水分 颜色也会更加的鲜亮 冷豆腐制作片 准备500克的黄豆 把不好的黄豆都剪出去 我们先来清洗一下黄豆 黄豆作为传统的食材 有着各式各样的做法 常吃黄豆可以提高免疫力 如何快速的泡发黄豆呢 我们需要准备2000毫升的滚烫开水 可以加速黄豆的泡发 浸泡两到三个小时就可以了 当然你也可以提前冷水泡发 泡发好的黄豆各个吸足了水分 用指尖静静擦一下就擦淡了 非常容易的脱皮 我们分四次来榨豆浆 把豆子放入料理机中 加入清水 打得越细腻做出来会越好吃 炸豆腐其实是一种 没有分别豆干的豆腐 颗粒会比较大 入口有一种沙沙的口感 由于没有像豆腐那样工序复杂 所以俗称懒豆腐 在山西大同 村里边的人直接会用懒豆腐面来做 但是一般没有卖这个懒豆腐面的 所以我们就只能用黄豆自己做懒豆腐了 上面飘起的这层浮沫容易一锅 我们舀出去 豆浆煮开后继续煮上八分钟才可以煮熟 豆浆一定要用小火不停地搅拌防止锅底和一锅 我们要点懒豆腐了 准备50毫升的米醋 绕着煮好的豆浆 浇上一圈 轻轻地搅拌一下 把醋和豆浆搅拌均匀了 现在豆花开始凝结了 有了醋的加入 那些同性相吃异性相吸的大豆蛋白 马上会冰湿前前紧紧地抱成一团 米醋就在豆浆中起到了一个凝固的作用 将豆花们都拧集在了一起 准备一块大的纱布 我们开始过滤懒豆腐了 让卤水和豆花分离 把纱布滴留起来 你可以看到卤水已经开始往下流了 完全不用担心 用醋点过的豆腐会比较发酸 不用把水分全都挤干 一斤的干黄豆我们做了满满的一大盆 我们再来切上六根小香葱 取出三分之一的懒豆腐 加入盐给它一调下味 再加入100毫升的纯净水 30毫升的香油 你不需要加多余的调味料 只需要香油 盐 小葱 就可以充分地发挥出 懒豆腐的特色了 太饭了 在山西大同 有一种美食叫懒豆腐蘸黄糕 懒豆腐既保留了豆腐的营养成分 也保留了豆腐中的粗纤维 金灿灿的黄糕在大同仁的手中 就做出了诸多的美食 反映出当地的风土人情 这个新航法你学会了吗 好了 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